傳說好久沒有大改版 害我影片都不知道要拍什麼了 那這時候職業人賽真的是很好的素材 閃電狼職業賽竟然用主卡打野 這在我們排位喔 想都不敢想 更別說真的用主卡這樣玩 所以我就去一般場測試一下 就讓我遇到一對好狠好狠的情侶 對面的納克跟辛葵 他們兩個底下都有愛心 而且都帶了制裁 情侶不太可能互相搶路吧 那兩個制裁就一定要反野嘛 這下子我的野區真的揣了一彈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又哥 I'm You哥 遊戲開始我馬上原地站著不動 第一件事情就直接打字 叫隊友幫忙守野區 他們一定會來反野 至於隊友會不會真的幫忙守野區 這個就要看他這麼良心了好不好 他沒良心的話 照樣吃他的兵線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主卡他前期我覺得不怎麼樣 他是中後期特別的暴力 所以如果前期我的野區就爆炸了 我根本沒有中後期可以 喔真的來了 美娜 後面還帶著一個納克羅斯 他們都一等 一開始看到這個美娜 一等入也很強 我本來很怕喔 但是接下來我看到那個美娜 他一等居然點二技能 那個拉過去的 我整個傻眼 完全不怕他了 直接往前去搶藍buff 好加賽 我的制裁特別的準 納克羅斯是把阿貝要跑掉 可是我們斯科德 他清完兵線之後來資源 直接拿到手殺 然後另一邊呢 砰砰砰砰 他們這個入也 直接 直接被拿掉兩顆頭 而且 buff還沒有被入掉 那這個中兵 我清一下 我就發現我們的紅區不得了啦 我剛剛在小地圖看到星葵 跑去入我的紅buff 啊這不行 但是這個星葵呢 他入完紅buff喔 還想貪心再訪我小野快 隊友們 上啊 好舒服 好療癒喔 而且剛好 我的輔助是芽芽 芽芽他在四等之前 並沒有那麼強勢 就只能幫隊友加個護盾 但我覺得他這一場都跟著我 非常的感動 那回補之後啊 我本來要吃個凱撒啦 但吃的時候就看到星葵彈過來 我嚇了一跳 先拉掉一下子 看這個星葵 我有沒有機會跟他打 但他就這樣跑走了 那我們就繼續來吃凱撒吧 在前期喔 魔龍絕對是比凱撒更香的 但是我的位置離魔龍太遠了 所以就加減吃個凱撒嘛 吃完凱撒一般人都會直接去拿啦 可是我不是喔 跑來中路幹嘛 我要去紅區啊 因為我確定 我的藍區是非常安全的 不會有人錄 但是我的紅區 就有可能會被納克錄 所以我第一時間先來看紅 然後這邊 哇 一二三四四五 五個人全部都在吃魔龍 怎麼會這樣子 太多人了吧 那再回頭吃個紅buff吧 主卡又不用藍 所以我的藍buff被反了 其實對我來說沒什麼差 有差的是我會沒有錢 所以這個buff呢 我一定要搶到那個尾刀 賺到那個錢 有 紅buff又搶到啦 那我們再去趕快我的藍 但我的藍會不會被納克反走啊 我過去看一下 可是中路又打起來 哇 一直打架一直爽耶 美娜半血來 一套 剛好殺掉 棒棒喔 我們家斯科的我覺得他也蠻強的 趕快再去看我的藍buff 欸 藍咧 草叢裡面被納克反走了 你賣到 哇他超殘 陪他跑了 這怎麼可以 看一下斯科德 我還是先去放一下斯科德好了 我感覺他需要我的幫助 喔 不錯喔 那我看了一下 納克有沒有可能躲在上面草叢 所以我就探了一下草 沒有 我的藍buff就這樣白白的被嫖走了 沒關係 吃個隊友兵線喔 這個錢再補一點 然後再插一座塔 應該沒問題吧 哇 對面的納克羅斯 滿血過來 這個塔我們先拆掉之後 因為我知道我跑不掉 所以就一套直接打到底 這個納克 被我犯殺了 但我這邊一定會死 而且是一吃兩命的那種 我死了 芽芽也會死 欸不對喔 後面有一個令月 芽芽 上車啊令月 有 上到車了 可是令月 欸欸欸 差點走不掉 喔 不錯不錯不錯 我覺得這場 如果一開始我的藍區被反掉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大逆風 一定大逆風 他們角色前期那麼強 星葵納克又美娜的 他們稍微有一點錢喔 我們真的打架打不贏 那芽芽大招直接開了之後 我們屁股直接跳 那個左蚊 一套帶走 那我們去中路蹭個兵線 不對下路也有兵 去下路看一下兵線 我不得不說 儲卡打野 我覺得傷害蠻高的 因為他很多段位 再加上我發現 如果我的經濟跟納克 是一樣的情況下 納克打不贏我 就算納克他出打野服 他也打不贏我 因為我覺得這個儲卡 二技能給了盾 跟他的傷害非常可以 要不是我剛剛那個大招 沒有做到索文 不然一套秒索文 絕對 OK 那沒有秒索文沒有關係 塔下這個令月 來來來 塔跟塔中間 直接帶走 這次連大招都不用 真的有痛到喔 有可能我現在13比2啦 有這個可能 好 持續的賺錢 我講過 有泡車一定要吃 一台泡車119塊呢 你現在去吃一隻野怪 吃一個buff啦 錢絕對不會超過100喔 這邊 又抓到納克羅斯了 然後這個索文 有喔 芽芽他的大招 我看得見 那上路的話 好像沒辦法 哇 令月真的痛耶 太痛了 中路我們稍微拆一下喔 其實我現在 老實講 有一點殺瘋了 我覺得我傷害一套很高 一套灌進去 他們後排不死也半殘的那種 而且我頭上還有一個芽芽 所以真的殺瘋了 有點覺得主卡打野 真的有那麼一回事耶 但前提是 隊友稍微要幫一下你 像這邊 我看到美娜 他血條右邊有個金錢數量 才2.8K 我的金錢數量是5.7K 所以我決定先殺美娜 再秒掉星葵 現在我太肥了 殺瘋了 殺瘋了 哇 我真的差一點秒掉令月 就差那麼一點點 但老實講有點膨脹 大家趕快吃著凱撒 因為我覺得再膨脹下去會不行 所以吃著凱撒 看到這個納克進來 他再個大招就死掉了 他大招還再回 就被我 砰砰砰 死掉了 納克這版傷害真的低啦 拿了凱撒 再吃個小野怪吧 因為我的打野刀 才17層而已耶 遊戲10分鐘 才17層 好低喔 我本來大招想跳索文 看到旁邊有個梅娜 就算了 趕快回頭棒一下我們家的射手 我不是輸 我來了 大招捧 那個冰 不對不是令月 一直講錯 那個星葵 直接原地站著放棄耶 當然啦 你們兩個 這個鴛鴦嘛 肯定要一起回溫泉泡個溫泉一下啦 我送一下你啊 納克羅斯 我來嘞 然後芽芽上了我車 我整個殺瘋了 看到人直接灌上去 就算我現在殘血喔 一看到那個芽芽開大 我直接回頭 你死之屈 不對 這句成語好像不是這樣講 反正就殺瘋了 膨脹了啦 我覺得這場 應該是可以趕快結束的 能整個納克羅斯 他好軟喔 哇 我真的是追著他跑耶 他寧可不給我殺 他也要給令月殺 這不對吧 給我殺一下又不會怎麼樣 接著又是一個膨脹啦 就看到索文 一言不合一套灌上去 爽啦 然後接下來就沒有我的事 就看隊友吧 怎麼覺得這場 好像只有我 雅雅還有斯科德在打架 真的是這樣子耶 書跟令月 我這場很少看到 但沒事 大家玩開心就好 斯科德 垂 垂 垂 應該差不多吧 他們就剩下星葵了 然後主堡還剩半血 我也以為還要再打 結果對面投降了 哇 祖卡打野 真的還不錯耶 大家有機會可以試試看喔 但也有可能我頭上有個芽芽 然後我前期又有拿到頭 所以才可以這麼的順 如果逆風的祖卡 可能不好受喔 好啦我是祐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